哈囉大家好我是瑜 昨天我收到了一封email 他的寄件人是youtube 但是我自己看過之後 覺得這封信有點危險 所以就趕快來拍這部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內容吧 就是這個 他的寄件人是youtube 然後後面是說youtube的團隊 寄了一個影片給你等等的 好我們先點進來 那裡面呢全部都是英文的 我們可以點右鍵先把它翻譯成中文 看一下大概的意思 這邊是說呢 youtube團隊在youtube上 與您分享了一個視頻 然後這個是youtube規則和政策的變化 那還有一個檢查說明 這邊有提到說 如果你收到了這個消息 那就是要確認新的獲利政策和規則 那請透過下面的連結下載文檔 並通過單集文檔中的連結確認規則 那文檔也附在電子郵件中 那因為他只給私人訪問 他是說youtube的內容創作者 所以他是有受密碼保護的 那來列了一個密碼給你 那告訴你說你可以下載下來 那如果說你不去做確認的話呢 你在7天內會收到限制 包括不能上傳新的視頻 或者是編輯舊的視頻 跟接收貨幣等等的 所以呢 聽起來好像很嚴重對不對 但是更嚴重的其實是這封信本身 因為這封信 他就是一個假的信件 那我之前有特別看了一下 這裡的youtube沒有問題 那包含他的寄件人地址 其實也跟youtube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所以呢 這個真的是還蠻飢渴亂爭的 就如果你單純從名字 跟他的這個寄件人地址來判斷的話呢 是判斷不太出來的喔 不過其實稍微想一下 就知道youtube怎麼可能用這種方式 就是去跟你確認資料呢 他不可能發一封信給你 然後叫你下載一個東西 然後還要輸入密碼 還要點開它 這個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一定就會直接在你的youtube後台 就會跳出訊息 或者是在你的 AdSense裡面 就直接告訴你說 你要去做哪些資料的確認 並不會額外發一封信給你 那這個東西你點擊之後 他會下載一個檔案 那你把那個檔案解壓縮之後 裡面還會有一個檔案 如果你把那個檔案打開的話 這時候事情就大條了 你的電腦可能就會被駭客直入木馬 那你的帳號就有可能會被盜用 所以呢 這個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大家看到這種信件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那我知道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我自己有開啟兩階段驗證 就算我的帳號密碼被知道了 別人也登入不進來 但其實現在新的駭客手法 他們不是盜用你的帳號密碼 而是直接盜用你的登入狀態 然後去看你的頻道裡面 到底能不能被他拿來用 那所謂的登入狀態 他是不需要密碼跟帳號的 也就是我們平常在進入我們的YouTube 你會發現你不需要每次進去都登入 因為他已經把你記住了 那個叫做登入狀態 那那個狀態是有可能會被盜取的 當然這個盜取是必須在你的電腦上面 有一個木馬程式 他才有辦法去獲取這些資訊 所以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來路不明的連結盡量不要點 當然並不是說你點的就會中毒 通常點了之後是你會下載一個檔案 然後你把那個檔案安裝或開啟的時候 你就中了木馬了 所以大部分的病毒都是自己灌進去的 如果你單純點連結 原則上是不會中 因為我剛剛也是有點開來看一下 那為了安全起見 我自己是在沙盒裡面點的 所以我有去看了一下裡面的檔案 不過當然如果可以不要點是最好啦 你就是直接避開一切的風險這樣子 好啦今天就是先跟大家分享這個東西 因為我昨天收到信 然後看到之後覺得這個蠻不妙的 那我相信也有很多其他的創作者是有收到信的 那如果說你就比較單純看到這個東西 你沒有第一時間判斷說 他應該是假的 而你就真的去把它點開來的話 這時候可能後果就會比較難以預測了 因為我們其實也不知道 到底他那個木馬或者他那個城市 到底他是想要做什麼 畢竟我也沒有親自的去試試看他到底要幹嘛 所以呢這個部分大家還是要多加小心 所有的官方的資訊都是在你官方登錄之後 你可以在你的後台看得到的 並不會發mail這樣叫你去填資料或什麼的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是需要特別留意的 那當然並不是說官方不會透過email去通知你一些事情 只是email通知的東西通常在你的後台也會看得到 尤其是有需要你更新或者是填寫一些資料的時候 後台一定會提醒 所以看完email之後記得去你的後台看看 確定是不是真的有這個資訊 那你也可以把這些信件的標題 把它丟到Google上面去搜一下 那應該可以搜到相關的資訊 不過目前這封信我丟上去搜 好像大部分都是看到國外的資訊比較多啦 而且也都是這陣子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別小心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了 希望對你會有幫助 我是雨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多久等會兒 我是雨 滿了 少女 才是天然 日本人 是有兩種的 是你便可以